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部 我在这里教书已有四年时间了 主要教阿拉伯语和法语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 喜欢看中国电影 所以我学的第一门外语就是中文 能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书语言 是我从小的梦想 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 我们都有母共读 其他方党的二十大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 说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和文化精髓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为一名外国语教师 我感同上受 因为我自己就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才来到中国 少年想自国想 现在我教的同学在未来 他们代表的就是中国的形象 学习语言最重要的就是语记 所以我在学校里设立了法语教和阿拉伯语教 在这里学生和我就像朋友 我们一起喝咖啡一起阅读朗诵 用法语或者阿拉伯语交流 他们还会自发进去做一些赡议的工作 要让学生们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 通过自己的心学苦念 换来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很喜欢宠明 因为这里生态环境不仅适合去住 其实也很适合学习 一个安静自然清新的环境 对学习效果的提升又比较的帮助 我就非常喜欢在这里教学和学习 因为外在的影响对我几乎没有 只有和谐的自然环境 很自然的能撑下心来去学习 有时工作累了 就和我中国的同事们一起在校园里走走看看 我们之间完全没有合合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